今天第一天刀光剑影的 刚刚其实几位都已经点到了 新会期一开始就开战 民众党团举牌杯葛议事 包吻NCE代理主委翁伯忠 呛他滚出去 说绿美小弟请你出去 行政院长违法乱权 而且呼口号 要求NCE代理主委翁伯忠滚出去 随后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 院会休息意识中断 那么这个政院的官员坐在位上哭等 这个时候民党立委王美慧就回呛 黄国昌请你出去 民党其他立委也跟着回酸 说注意卫生不要喷口水 那黄国昌就向蓝伟们喊话说 温伯忠有权利坐在这吗 请行政院长就要出去好吗 那么现场国民党立委抱以热烈掌声 但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而这个时候黄国昌走到官员席 手指向温伯忠 并怒呛 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边请你出去 但是关于这个提案呢 韩国瑜最后的财势是不处理的 所以这个当然现场呢 民进党的立委又在欢呼起哄喊加油 而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就是刚刚特别有提到的说 蓝白河表决那当然是一定过的啊 就通过退回中央政府总预算 那这个是因为高金素媒委员 把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还有中央政府前瞻清楚建设计划 第五期特别预算案退回了程序委员会 民进党团提出异议 最终立法院当依靠这个表决 59位赞成46位反对的票数之下 将中央政府总预算退回了程序委员会 现场蓝绿委员不断的对呛叫嚣 那当然在昨天尤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 他就直接讲了 他说因为经过柯文哲案的冲击 新会期绝对是火上加油 蓝白会更紧密不管在预算 或者是人事案 赖政府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不会轻易过关的 尤其在野党一定会拿放大镜看 多达三兆的总预算案 官员有苦日子过了 所以就一句话 官不了声新会期 其实这两个提案 我都是赞成的 而且这两个提案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就是执政党藐视国会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翁伯仲之所以会被点名 不是因为他是NCC 你说赞成翁伯仲就排除备讯 排除备讯 这两件事情我都赞成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在翁伯仲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上个会期立法院是有做过主决议的 那个决议里头就明白的告诉大家说 在NCC的委员没有通过人事案之前 那所有的委员都必须要 就是他都必须要退出 就是不能够连任 就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就连任 那翁伯仲就是这个样子 他完全违反立法院的决议 如果是违反立法院决议的人 还能够待在立法院 那不就是藐视立法院吗 对 所以我认为退回它是有道理的 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不是说为了说我展现出来 跟你之间要刀光剑影 no 他背后其实都有一个 我上个会期立法院做的决议 到底算话不算话 所以好我能够理解说韩国瑜 他希望说我们不要一开始的时候 就冲突打了这么大 所以他承认说翁伯仲的资格 是有问题的 关键点还不是他是什么绿梅小弟 这不是他的重心点 他承认他的位置本身就是 他的职务本身其实就是有争议的 因为立法院都已经做过决议了 就你怎么还可以继续连任下来 而且很无耻的用一个谎话 然后试图要把他连任下来 然后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委员的人事案 都没有过的话 iPhone 16就不能上市 对不起今天iPhone 16正式上市了 一点都不受影响 你看我就说他用无耻的谎言 试图要留下来 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告诉大家说 你不适合留在这个位置上面 但是好那韩国瑜希望能够 这个四缓则员 希望能够让大家都平心尽气 这个是韩国瑜的选择 那我觉得这彼此之间 要把这些话说清楚 至于退回预算案的部分 刚刚原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高金素美它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民众党 它可以算是党友对不对 它无党籍的身份 它提出要退回的理由 是因为它骗查了所有的预算 我们上他们上个会期才通过决议 要提高净罚补偿金 就是原住民的你禁止砍伐 那可是我原住民的生机受到影响 净罚补偿金 已经这么多年没有调高了 要调高 那这个预算呢 大概就只有10亿而已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农粮的收购金 农民辛辛苦苦种了这个稻子 然后呢收购的这个金额 也是十几年来没有调高了 所以上个会期已经做了决议 那你现在的预算里头完全没有 请注意我们的预算法里头规定 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是不得做 增加预算之决议 所以他不能够在你的预算当中 你没有编档我帮你编进去 不可以 所以除了退回 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放进去 没有吗 没别招 你没有别招啊 所以你要注意这一个表决的结果 59对46 59是什么意思 就是国民党加民众党加五党籍 除了主持会议的韩国瑜之外 通通都投了赞成退回票 那46票是什么意思 民进党自己有很多人没投啊 民进党这些人是没来吗 民进党这些人去哪里了 就你有很多的民进党立法委员 他没有投啊 对 是自知理亏吗 所以他是一个藐视国会 然后剥削原住民跟剥削农民的预算 你花了那么多的钱 又是买武器 然后又是要编1000亿给台电 你编了那么多的钱 你的预算成长幅度很大 但是该要增加的就是原住民的补偿 就总共加起来10亿 然后农粮补偿 你就不肯编 不编没编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关键点来了 就战术也要战术名称 战术名称不可以说 会议一开始就下马威 这是错误的战术名称 因为这是一个藐视国会剥削农民 剥削原住民的预算法 所以我们如果不把它退回去 我们无从补偿原住民跟农民 所以非退回不可 这话说得比较清楚了吧 对 要强化这个论述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澡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霄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霄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明镜与点栏目